12月21日 蒋志伟及邓岁文 罗琳 徐子山等一众艺人 出席祖兰手工艺创作公司 2016冬至聚三晚宴 今天是王祖兰容身老板的大喜日子 适逢又是冬至日 因此祖兰借此机会 把旗下一人齐聚一起 并一一介绍给各大媒体认识 祖兰除了答谢媒体的支持外 也顺道透露公司来年的工作计划及发展方向 其实明年好多 综艺节目 电影 电视剧 所有都在进行当中 然后每个艺人的工作 明年的大概都有些安排了 所以今天就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祖兰欢迎刚落 老婆李亚男也接话说 我用全力在后面来支持我的老公 他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生活的点滴 我都会帮助他 对 但是我老公是做所有的大决定 志伟哥今天现身支持祖兰的大日子 对祖兰多年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有报道指他每次拍综艺节目时都会生病 事实与否 还是倾听志伟哥的说法吧 两年没有在荧幕露面的邓醉文 今次也签约祖兰公司 他表示将重出江湖 借助公司的东风准备向内地发展 其实内地我每一次去 他们都会问我 你为什么还不来发展 我说其实我来了一段时间 只是没有很纯面 我觉得是蛮可视的 因为其实也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议员可以在内地能观众接受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太努力 我希望这一次再重出江湖 可以更努力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